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在准备工作上面 就要先釐清 演员本身的价值观 人生观 跟对这个议题的一些看法 因为很多问题 你自己在思考的时候 你会觉得 因为我的推论 我有自己一套逻辑 可是今天有观众进来 他提了就说 为什么A会到B 可是这个是 在我自己的逻辑脉络 所以我不会认为那是问题 可是观众居然觉得是问题 有评有据 你不能乱说了吧 那你乱说人家知道 你现在在唬烂 然后他如果就反驳你 好 我回去再想一想 这样就尴尬了 在我眼中的青少年 我认为他们是会造成 这个社会不安的不安因子 青少年其实他是一种 文化的现象 跟家人相处 没有亲密感 甚至 他们表现的会是 有攻击性的 但是他们内心 却有自卑感 甚至是失败感 第一个 他会对异性 以及对性 特别好奇 再来 第二 他们会对环境 尤其是同侪之间的关系 他会有高度的认同焦虑 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用在乎 有没有青少年这个族群啊 因为 只要有这个特质 只要有这个特质 我们就可以说我们是青少年了 所以我想知道 他的那个文件 基本的数据 库是多少 比对起来 他会觉得 绝大多数的青少年是委屈的 为什么 可是绝大多数的观众 就我们来说 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想像 在 真实的知识背景 在讨论这件事情 他刚刚讲的例子好像说 青少年好像 只要是青少年 就会做这个事 讲 你所要描述的台词的时候 你是不是自己也能够 听到自己的台词 只有你听得近的时候 你已经可以听到自己的台词的时候 那时候你才是准备好的 你不要问我 你不要问我 再给他一点时间 对